好,錄這一段的原因是希望能夠幫同學建立 那個ANSIPO的測試環境 然後呢,故意選用VirtualBox 然後呢,那個我已經到了CentralStream這個地方 把736Mate的那個音效檔抓下來 用WGAN,你從畫面上都可以看到 然後呢,我打算用這樣的東西 我打算用這樣的東西,VirtualBox 給你實際試試看 那我們就從安裝開始,加入 不是加,不是加 入錯就隨便啦 所以就請各位包含,我們測試嘛 我要建立一個作業系統 它是Cent OS 8 然後呢,亂寫啦 然後,實際上虛擬機放在這裡 無所謂的使用者加目錄 你在Windows上面就隨便按照你的選就可以了 Linux是紅帽64位元,下一個 記憶體給它4G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安裝用的,下一個 立刻建立虛擬硬碟,下一個 用VDI就可以,下一個 動態就可以,下一個 我預計呢,給它80G 然後呢,它的名字叫Cent OS 8 VDI 這是我們做模板用的 然後呢,進到設定 兩個重點 在剪貼部可以考慮 雙向 然後,其他無所謂的 系統這邊,記憶體是這樣 然後呢,預設開機項目是選光碟跟硬碟 光碟跟硬碟 你可以把它往上 好 然後,晶片組PIX3無所謂 PS2老鼠IPO 這個要夠喔 處理器部分呢,你給它兩個 兩個應該就夠了 然後,顯卡部分無所謂 儲存裝置是一件重要的事 你要把光碟片連上去 所以呢,光碟片 選擇磁碟檔 走到加目錄 不不不不不不 我應該選擇一個光碟片去喔 好 光碟片 光碟片先加入 到加目錄裡面 應該會有一個剛剛下載的 那個 呃 磁碟檔啊 在VM,在VM目錄裡 好 然後選擇 所以這裡面是不是就加上了這張光碟片 等一下用光碟片開機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網路 我們現在只是要讓它可以上線 就是上線去抓資料 好,重點是要讓你看到 安裝的過程 很多同學 他說 好 KernelDriver沒有裝 那個 VirtualBus Linux KernelDriver is not loaded or not set up correctly as being VirtualBus Config 好 好,我們就用root的身份 這是Linus上有,Windows不會啦 好 sbin vbox config 好 他把核心模組加進去 好 那個 restart setup process runsbin as root the system useefi secure boot man need to sign the kernel module 好 可以嗎 看一下 哦 他說 那個 會不會是我們的核心拒絕他 那個 這邊有沒有s10s的 是不是s10s的 哦,這邊沒有加s10s 看一下 journal control 果然是s10s啊 好 好 我們去追一下s10s的問題 VirtualBox KernelDriver 沒有安裝 然後 嗯 support driver is not installed 好 那我記得那個 有 我們有一個 叫做VMtools 叫做VMtools 有 好 我們裝一下VMtools 看一下會不會有好一點 好 YUN install OpenVMtools 它已經裝了 然後 它抱怨核心模組沒有進去 看一下哦 呃 KernelDriver 沒有安裝 VirtualBox KernelDriver is either not loaded or set up correctly 我們回到VirtualBox 看一下 它有沒有說 它是用RPM 裝的 當我們用RPM 裝的時候 喔 我是直接用SentOS 8 然後 裝它的 VirtualBox 看看哦 我已經裝好了 可是它的KernelDriver 沒有漏 它的錯誤的原因是我的開發工具要裝 開發工具要裝跟核心標頭檔 核心原始碼 還要多裝一個這個ELF Utility Live EFL的開發工具 這個是所謂的原始碼 然後呢 我再跑 再跑就可以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反正有錯我們就繼續 OK 那如果它開起來了 我把畫面拿過來給你 我們要選擇 Install CentOS 8 這個前面的第一步的原因是我的實體機是一台CentOS 8 然後呢 線上更新過了 然後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一個CentOS 8 String的安裝 然後 你在Windows裡面應該不用像我要載入核心模組之類的 載核心模組是比較好 它的效率會比較高 然後 現在第一台虛擬機安裝 裝的時候我會把它錄製停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 你要選中文就中文 我就這邊不選中文了 然後我老鼠截取 繼續 在這裡的第一件事是把網卡上限 它會用虛擬的方式拿一個假的IP位置 然後網卡上限之後它就可以去下載 去網路上下載 安裝資料 然後你這邊要設一下管理員密碼 管理員密碼 那我們沒有意思的話 我們就按照正常狀況 寫個Red Hat 然後因為密碼太簡單 按兩字檔 建立一個使用者 標準使用者 好的 等等等等 等等 這個使用者要讓他可以用SU DO 這個有夠夠要夠 好再來 然後呢 在這裡喔 這裡會在台灣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它的安裝來源選擇了最近的映射檔 就是映射站 這個如果在台灣要快的話 是可以考慮用High內 那我們來看一下High內的狀況 這個High內的網址是長這樣的 你要拿這個地方 BaseOS X8664 OS 的這一條網址 然後我可不可以貼 安裝來源 好 那好 我在這邊 可以貼嗎 不能貼 不能貼 有時候就會有這個狀況 那也無所謂啦 你就直接用手寫 就是 HTTP 好 MIRROR 01.IDC HINET 打NET 好 然後 大小寫 8 String 然後 Base OS X8664 的OS 它是有RepositoryURL closestMirror 這是比較簡單 你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樣 像這樣就好了 Done 然後它就 Aerror setabase Repository 它說有錯 MIRROR 01 IDC HINET 打NET Center OSA String 打錯字 你看它會確認 Done 這樣子 它就下載軟體的選擇 你要等它下載完 然後那個 請你確認你的選擇 這是有GY的 然後呢 有GY 或者你用World Station 也可以 Server with GUI World Station 都可以 然後重點是 右邊這裡 你不要加那個虛擬化 你是虛擬機 然後你可以做的是 你可以幫它先把開發工具勾勾勾起來 它會主動的幫你做開發工具 我們在裝那個 裝那個Virtual Boss Gest Edition 的時候會用到 那其他就還好了啦 我就 不夠了 然後 Server with GUI 不用 你要用World Station 也可以 Done 這是 軟體選擇 接著就是硬碟 我這邊只有一顆80G的硬碟 我要自訂 我要自訂的回去的時候呢 我用標準分割區 增加一個根目錄 根目錄給它80G 它的單位有一點多 所以你就直接加一個根目錄剩下的空間當Swap 就好 這樣子 安裝起來都輕鬆 好 好 這樣子 我的所有安裝過程 接受 我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開始以後 我等一下會把畫面停下來 所以 以上 總結了 基礎作業系統的安裝 我開始安裝 它去網路上 下載 該下載的東西 就是你裝好之後 用A-Stream的好處就是 你透過網路下載之後的好處 你裝完就是一個完全標準 正常健康的最新版 所以我先把錄影停下來 老主推出 按右邊的Control 來 繼續 它裝完了 裝完以後重開機 可以重開機 它是一個正常的系統 但是它欠一些條件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條件 給它補上 補上之後 作為模板 再拿來開啟虛擬機 或是建立虛擬機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當作一個模板 然後來建立你所要的虛擬機 4G記憶體兩個處理器 開起來的速度是還可以 所以進來的第一件事情是 請你進去授權 我的老鼠 高一點 進去授權 完成 所以它那個 那個 那個 表組好像有點不順 不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他的問題 老鼠應該可以了 用學生登入 你也可以用root登入啦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 主要是 這先 歡迎畫面先按掉 還有一個教學畫面 開個終端機 我們會需要安裝 那個開發工具 還有那個核心原始碼 跟標頭檔 現在開好的就是最新版 s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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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密碼 進去以後 y1 install 檢查 kernel heathers kernel dbl 它可以上外網 找最近的安裝來源 然後檢查 研究一下 它說 已經兩個都裝了 核心原始碼 別錯字嗎 heathers 好 它說 沒有辦法找到 核 拼錯字 這個等一下 拼錯字嗎 常見了 客主 客主 好 它說已經裝了 那就OK囉 請注意 老鼠退出 按右邊 control 然後呢 再裝置這個地方 再裝置這個地方 插入 guest addition 好 它就會把光碟機插進去 會有一個自動執行 自動執行 擷取 老鼠 按自動執行 學生密碼 確認身份 然後呢 它會從 開發工具裡面 拿 編譯器出來 跟核心 核心原始碼等等 一起去編譯 一個它需要的驅動程式 那如果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才會跟你說有問題 那 如果核心驅動程式做完 這個 Virtual Bus的虛擬機 就應該會好用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稍微算一下時間 還有看一下狀況 現在是 這樣的時間 然後 等一下我們會從 這個 原始的 這個 模板 做出 六台虛機 六台虛機 平均來說 你家裡面 你自己用的系統 應該至少 16G記憶體 如果你以後 對啊 如果你以後 要 玩OCP的話 好 你看我們的記憶體 你可能會需要準備一個64G記憶體的系統 那我這台電腦因為舊了 核心數量不是很夠 你看 我們的核心驅動程式看起來應該是OK了 好 我老鼠進去 然後按一下Enter 關閉視窗 驅動程式已經上了 比較好一點是幫它重開機 這是驅動程式都上了 再看一下這樣的狀況 驅動程式都上了 所以老鼠進出這個畫面 就不變成不是問題了 我也不用按那個退出了 Student 好 我們要做幾件事 我們的軟體基本上已經裝好了 然後呢 我可以開一個終端機 我要改一下系統設定 而改系統設定的狀況 主要第一個是名稱解析 因為我們會在一個虛擬的環境下做 而且每一台電腦都需要它的名稱解析 其他這種軟體的問題應該都不大 接下來就是名稱解析 畢竟要交換IP位置設定 所以我先換身份 SU SU- 好 改系統 我主要要改的這個檔案 是ETC HOSTERS 在這裡你可以把IP位置做上去 C2.25.25 0.9 好 第一台電腦叫做WalkerStation 好 WalkerStation 打錯字 好 打lab.example.com 然後簡稱 WalkerStation 好 然後這是第一條 然後你可以 把後面五條 用這個快速的方法弄一下 10 好 叫做ServerA 好 然後11 叫ServerB 好 等一下再改後面了 然後12 叫ServerC 然後 然後13 叫做ServerD 然後14 然後14 叫Server1 這樣子 好 後面簡稱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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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打錯字 ServerA ServerB ServerC 所以主要我們一錄這個是測一下聲音啊 測一下影像啊 看你們有沒有聽到或感覺有什麼不好啊 好 而且最近幾個班的同學都會需要用到 OK 我們這裡設定檔做好之後的方便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用這個虛擬機當作模板去建立 去建的時候呢 我就不用再重複寫這些東西 而且金鑰我在這邊不做 我等一下才做別的 然後現在 請你 我們可以關機了 好 回到VisualBox的環境 我等一下會用這個來當作模板 但是重要的關鍵是 請你走到喜好設定這裡 在網路這裡為你的虛擬環境建立一個虛擬的網路 而這個虛擬的網路可以說你比如說取個名字叫做Class 但是它的網路的位置是172.25.2005.0 theClass C 你可以讓它支援DHCP 反正你網路卡的設定本來就要自己做 然後呢 Pull Forward不用做 直接這樣建立一個網路 建立網路之後 我們先建立第一台虛擬機 從這個模板再置 選擇再置 可以節省記憶體空間 所有的網卡重新產生 好 硬結名稱都不要保留 下一個 你可以選擇連結再置 連結再置之後 我們這個虛擬機 進到設定裡面 首先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Walker Station 其他呢 其他呢 就都一樣 都一樣 然後呢 開機使用硬碟機 開機 你的記憶體CPU 尤其像這個Walker Station 有可能我們在未來 你會需要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 也許4G或是更多機的記憶體 看你的處理的狀況 然後顯卡不用 存放裝置 基本上這個過程都不用 我們可以把那個光碟片移走 它是一個正常的處理器跟硬碟裝置 但是網卡就要注意了 它要使用的是 NAT網路Class 一張網卡 就一張 然後呢 其他就這樣 其他就不用動 確定 請你先開它 所以它的基礎是一個由 CentOS 8剛剛做完的基礎 所有的驅動程式跟設定都齊備 都備好了 在這個都備好的狀況下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來 當做一個很好的基礎 所有的驅動程式都做好了 連名稱解析都做好了 它的密碼都是一樣的 這樣 然後請你在這裡用學生當作起點 然後做為我們的那個 Wall Station的起點 這是第一條 但是 它的網卡的設定是如何 你可以順便看一下 因為它支援的DHCP 它並沒有依照我們剛剛手動的方式 這是4號 所以我們按照規則 它應該是9號 172.25.254 250.9 然後直往偵造24 雜道是172.25.250.1 它通常它的雜道都會在1 名稱伺服器2也無所謂 你要這樣寫也無所謂 172.25.250.2 如果它是這樣說的話 可以檢查一下 關了網卡再開網卡 然後你常常會使用這個 而且它的那個倒數計時時間 你可以把它變這樣 它的畫面就會永遠昂著 因為我們有驅動程式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把畫面變寬 拉寬的時候 它跟著一起會變寬 這是沒問題的 這是驅動程式都做好的結果 所以你希望這個 有圖形界面的是長的長的扁的都可以 好 我就把它放著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重點是 它可以上外網嗎 它的名稱伺服器是OK的嗎 看一下 看起來OK喔 外網可以上囉 好 外網可以上 然後我們的名稱解析都已經做完了 我們要做就比 做那個後面的實驗就會很簡單 然後 我們現在開始要用這個 再升一個心虛機出來 然後這個升心虛機的狀況是 按右鍵選再置 然後這個再置的名稱叫做Server A 好 然後網卡重新升 下一步 連結再置就好了 好 然後再置出來 Server A 請走到這裡 請注意看 等一下Server A B C D E 都是一樣的測定 所以只跑一次就好了 在Server A進階 跟其他沒差 系統開機 用硬碟開機 處理器跟 處理器就還好了啦 因為Server A B C D 如果你要省一點CPU 可以把CPU變少一點 然後 那個記憶體也可以少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預計是 要把它變成文字介面 然後 所以我可能可以把它少一點 量機記憶體或是更少都可以 因為要變成文字介面 然後那個顯卡 沒問題 儲存裝置 把光碟片從中間移走 然後它的硬碟機等等的 這個如果你想要快一點 這個是可以勾的 這是可以加速的 然後網卡 重點是網卡 A B C D E 這六台虛擬機 全部都要使用MAT網路 然後 我可以開它 它開起來就是一個 有完全充足的 驅動程式的狀態 那我現在要跟你展現一下 你該怎麼去主態 Server A B C D E 它跟wallstation之間 要有什麼關係 會有什麼差異 要做什麼事 所以請你要看清楚 如果快一點的話 我也許用root登入是好的 好 然後 密碼是red hat 如果快一點 用root登入是好的 然後看一下 它第一次進去 會有那個 警告你是用root 直接登進來 這是第一次的教學訊息 開一個終端機 它是一個root終端機 這也是一樣 驅動程式都好了 你直接拉寬 它就變寬了 那都不是問題 然後那個 第一個是網路 所以你的每一台 新做出來的 你都要去檢查一下它的網路 檢查它的網路 它的網路的原始設定 一定是dhcp浮動的 這是serverA 你要變成手動的 172.25.255.10 然後呢24 然後172.25.255.1 好 然後名稱伺服器 172.25.255.2 這是現在VirtualBox希望你做的設定 關網卡 開網卡 我的網路就好了 IPA 你可以看到我的IP位置就好了 那在那個serverA身上 除了學生帳號之外 你要弄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 DevOps帳號 所以建立一個帳號 UserAdd DevOps 你為DevOps設定一個密碼 Echo 然後那個 隨便啦 DevOps 打給 從標準 送到DevOps使用者 但是 做完這件事還不夠 你要幫DevOps設定 那個 設定那個 不用密碼 直接切換為root 的過程 不用密碼 直接換成root 的sudo 他的sudo的設定呢 可以 總結到什麼地方 有沒有可以照抄的 可以 請看這個指令 vi sudo 然後 你走到這裡去找 去偷懶 反正偷懶 在這裡 就是這句話 這是群組未有來自任何地方 可以執行任何指令 在不用密碼驗證的狀況下 你把這一句抄起來 然後可以退出 然後呢 用 vi指令 然後呢 去到 etcsu sudoers 打 第一目錄裡 成立一個檔案 叫做 DevOps 然後在這個檔案裡面 貼上 把前面 改成使用者名稱 DevOps 好 存檔 這樣子 DevOps 變成使用者ROOT的時候 就不需要密碼 到這裡 差不多結束了 但是我要把它變成文字介面啟動 請看一下 3 這個指令 現行圖形介面啟動 兩機記憶體用了914 我可以把它 那個 把它那個 的 那個 開機模式改成MotiUser 好 所以你要做兩件事 System Control 好 那個 Set The4 為MotiUser 打 Togget 好 然後 等一下重開就可以了 所以 基本上的狀況 差不多了 我的名稱解析 在第一台電腦 就是那個虛機的時候 就已經做完 它的名稱解析就可以這樣 你看 我去Pink Walker Station 這樣就Pink的到 左邊 左邊Pink 右邊 打錯了C 切掉 我跟它講重開機 好 所以 ServerA重開之後 就會直接進入 純文字介面的MotiUser Togget 所以ServerA的設定 就快要完成了 所以 ServerA B C D E或是更多台 就要經過這些過程 就是 包含建立一個新用戶 叫做 DEVAP 好 直接看喔 我用 DEVAPS 密碼 DEVAPS 好 進去 我要驗證一下 DEVAPS 用SU DUE SU- 可以直接變成ROOT 不用密碼 表示我剛剛的設定生效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從 我從 右邊的 Wall Station 用 SecureShell 可以去到 DEVAPS 再 ServerA 確認一下 可以 接受主機禁料 然後呢 DEVAPS的密碼是 DEVAPS 好 表示我可以登入 登入之後呢 SU- SU- 不用密碼 生效 退 退 然後我要在 Wall Station 這個地方 先幫自己 主機名稱就算了 但是 這麼多台虛擬機 主機名稱真的要 設一下 所以 我可以用 SU- 好 這個指令叫做 HostName Control 設定主機名稱 設定主機名稱 叫做 Walker Walker Station .lab .example .com 好 可以嗎 好 學生密碼 Oh shit 好 打錯了 好 好 這樣設好 這樣設好 我主機名稱就設好 相對的在 好 DEVAPS這裡也可以 用ROOT身份執行 hostName Control 做 set hostName 為 server a.lab.example.com 這是設定主機名稱 好 主機名稱設好 那個 等一下我們連來連去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狀況就不會奇怪 好 可以看一下 我開一個終端機 因為有設主機名稱 就看得出來 比如說我連到 DevOps Server A 密碼 DevOps 好 這邊就會出Server A 你就不會看錯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 所以 BCDE 都要這樣做 那 還有欠一件事 我要先做一個 緊要交換 所以呢 Secure shell Key 鍵 本地產生 金鑰 都按Enter 然後把金鑰 送過去 Secure shell Copy ID 送過去 密碼來一下 好 這樣子 從此以後 我登入到 DevOps Server A的時候 啪 就直接 竟要交換進去 所以 A B C D E F 都要做這些事 走完這些事 就差不多沒事了 退出 你可以在 Sword Station這邊 A should do Why u when install Ansible 好 然後用學生身份 好 他說Ansible Ansible Ansible沒有 好 沒有什麼意思 他要開那個 E-P-E-L Ansible 在E-P-E-L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走到這裡 有一個快速可以找到的 E-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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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你可以找到 第八版的 最新版的 RPM 複製連結網址 好 在這裡 跟他說 Why u when install 第八版的 E-P-E-L 接受金鑰 好 再來 看一下 Ansible有沒有的裝 檢查安裝來源下載 找到了 Ansible 2.9 好 然後 Python 3 應該都OK 好 這樣子 Wall Station身上 就有 Ansible 其他 就 不講 所以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 你可以看看 很多同學都需要 所以我才 在測試的時候 拿這個來錄一錄看 這樣子 應該就OK了 其他的 虛機 也就從這裡 開始一個個變 他的重點的好處是 如果 我用文字介面 他所需要的記憶體 大概200多 268 所以你做的範圍 空間就會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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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